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很多 他们说我讲的是有些很有理的 但是我的表情我讲的话题实在太过沉重 太过严肃 因此他提议我有时讲一讲笑话 跟网友讲一讲笑话 就好像谈天chitchat 好像 我们的明老大哥 甚至 486 那种以朋友交谈的方式 来跟大家交流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提议 这是好的提议 因此昨天 有看到一个非常搞笑的 一些网友所画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看先 所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个 面头 去想出这个东西出来 他们画出这样的东西 天下无贼 甚至有网友 写出这样的东西 什么花费2亿港币啦 什么什么 天下无贼 2018 甚至还获得 2018年 香港电影镜像奖 奖提名 现在2017年都还没过 他已经讲到这个了 因此我觉得非常搞笑 也让我有这个idea 想一想 一些比较新奇的一些直播 特别是那个槟城大水灾 这几天应该人的 人们的那个 心应该会比较沉重一点 所以我不要干人 我不要讲一些什么社会的 什么不公还是什么 只是想 以一个比较搞笑的 轻松的一个方式 跟大家见见面而已 里面的故事 基本上 纯属虚构 请大家在 特别我这个东西 不要太认真 谢谢 OK 让我开始这个故事 这一句故事 叫做天下无骗 骗子的骗 之前有一部戏路德华做的天下无贼 这个是天下无骗 这天下无骗的那个故事呢 大纲是一开始就是 当然我做主角了 我做主角 另外的主角就是 我们的明老哥 还有我们的三一哥 三一哥是 我们的反派主角 他是大主角 我只是一个故事老的身份 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拿这个来做题材来拍一部戏 我看也有可能有有点票房 OK 故事开始 是以这个花生哥的背景来开始 这花生哥三代都是以中花生为生的 都是蛮穷的一家人 到花生哥这一代 这个人有点小聪明了 他就突发奇想 就想到了 用红里土 来种花生 真的是给他发达了 因为为什么呢 后来发现这些红里土种出的花生呢 竟然 有抗癌的作用哦 哇 这样的花生你种出来 你还不发达 你还不发财吗 他发大财 而且也被当地的最高统治者 封为拿都 这位花生哥从此就变成一位拿都了 但是 这位花生哥 从小 对于骗子 非常的憎恨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他三代就是种花生的 哦 他的爸爸省次俭用 克勤克俭 其实也是存了一点钱 可以说是一个小康之家 可是 在他父亲老的时候 听了 一个骗子的话 把他一辈子 省次俭用的钱 买了 那些 七彩的 那个田地 本来想来种 花生的 后来 才发现到 这七彩的田 竟然 连草都很难种 是一个很贫乏的一个土地 后来 当然 他也跟他理论还是什么 但是骗子骗了钱 他也可能会还给你 对不对 最后 这位花生哥的父亲 就郁郁寡欢 含恨而死 因此 花生哥对于这些骗子 是非常的憎恨的 因为 就是基本上是骗子 害死了他的父亲嘛 所以他 恨那些骗子 就好像 看到的骗子就好像那些 杀父仇人 一样的憎恨 OK 有一天 他 他基本上就是发迹了嘛 他已经有钱了 这种花生就是 哇 可以抗癌的 对不对 用红泥土来种花生 有一天 他就是很有空的人 浏览网站 看到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 传得很凶的一个 video 在Facebook里面 就是关于 这个大马 竞争的一个 故事 尊严 跟钱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吧 OK 他看到这个故事 非常的有趣啊 哎呀 讲的 其实 还好咧 但是很多人出来骂哦 当时就有一位 很著名的 大马 土豪 世界未来明星 我们的杰泡林 扎瓜林先生 出来鸟 这个尊严的事情 大家看看video 这个故事里面 我会有掺杂很多video啊 什么 还有一点歌 大家以轻松的心情 来看 我这个 港鼓楼的一个直播 请大家不要 以太过沉重 太过严肃的心情 来看我这个直播 基本上 我刚才讲了 纯属虚构啊 当然 中间有掺一些video 那些东西 我是不会edit的 我不像小孙子这样 我不都会edit的 我只能给你们看一看啊 当时这位 我们的世界未来明星 我们的大马土豪 加瓜林 就说了这一段话 来大家看一看 但是 倒不如说 如果你说 钱是万能的 那请问 有情 可以用金钱买回来的吗 对 亲情 和你父母的情 也是用钱买回来的 哦 他很生气哦 还拍了两只座子 你用钱 去买个父母回来吧 买到吗 我看到这个 蛮有趣的哦 之后 他还 做了一个 MTV 让我看一看啊 他有唱歌 ok 等一下这边啊 so 之后 他还做了一个 很可爱的一个MTV 叫做莫名其妙的 哦 说是黄明志 黄明志特写的歌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欣赏一下 钱 钱 你太肤浅 你好可怜 看你穷的 只剩下 口袋那些钱 莫名其妙 不说八道 莫名其妙 不说八道 但是别去 吴辱男人 女人的尊严 千万不要 在穷人山口上面 撒盐 生命的意义 就是活出尊严 我回想当年 也是没有钱 虽然没有钱 但我活得有尊严 不拖不抢 不气不骗 把梦想实现 这就是尊严 穷人的尊严 这就是尊严 穷人的尊严 十岁那年 因此我越看 就觉得 这个花生歌越看 就越觉得 诶 很有趣 所以他就 继续搜查了更多的 关于这个尊严哥的 一些故事 OK 西罗来了 原来这位尊严哥 来头相当不小 他本是 一个从小十五岁 就开始混黑道的一个 大耳聋 听他的自传讲 十八岁已经开始 拿巴兰刀来砍人了 直到他四十五岁的时候 就因非法接待 大耳聋的事情 被捉进牢里面 然后被判了 Bot 还是Boc 去鲁木 之后他在那两年的 被Bot的生涯里面 开始领悟了 他开始觉得 这条黑的路是不能走的 因此他做了很大的思想的改革 跟改变 也因此 闯出了他另一遍天 另一个春天 其实 在 他四十五岁 被抓 然后被帮 出来的时候 四十七岁 其实 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机会 还可以 重来的了 但是 他创造了奇迹 这令我当时 非常地敬佩 这位人凶 让我们看看 当时 他的video 我当时看了这个video 哦 他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敬佩 这位叫做Sanny Coco的豆花佬 来我们看看 他当时讲的话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老伴的工厂 这个就是我的工厂 制作的 就是这位人凶 这是我的总厂 然后每一个州 都有 沙拉瓦州 沙巴州 霹地州 槟城州 都有我的工厂 为什么会变豆花佬 这个是由黑转白的 见证 很好很好 我当时我看到 那一段 我真的 那个花生哥真的非常感动 非常非常的感动 真的真的 真心的 开始 我的兄弟们 我的黑道处理们 他们是不赞成的 你希望两年限制继续回来 TAS 哦 BCO叫BCO 雄心都是你了 你先把办法拉瓦 他们讲你抓气了 虽然你现在回来 你也没有本钱做阿瓦 我跟Support 我想不要 你要做豆花 他们讲的时候 你是不是脑进水了 你准备做豆花 他都很好壮 你的本行 你做了十多年 你的本行吧 你知道怎样硬做 怎样硬 你做账对吧 怎样收账你完全多 为什么你放弃 做一拜多文化 都网上 我很我很感动 我当时很感动 我当时很感动 非常感动 我网友们 我非常感动 我当时很感动 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 我非常感动 真的 非常 因此我对 这个豆花老 的事情 更有兴趣 更好奇了 因此我又继续在网上 找了很多关于他的视频 后来我发现到 很多人 就是这个尊严的东西 很多人展开 那个网记网络的 可以说有史以来 最凶狠 最一波接一波的 一个口水战 OK 首先 我们就看到了 本来是和他 称兄道弟的 一位 好朋友 他的话名叫 486 就是他的那个口头禅 他本来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这是故事啊 这是故事啊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啊 然后他的未婚妻 就被这位人凶 所谓抢了 他当时也出来喊 出来骂 他说 当时是讲的是什么 他说 你们低调一点 不要秀出来 摸上摸下 对他来讲 那是 很大的一个伤害了 当时这个照片 传到很烈的时候 也因此 这位娘公 就跟这位 之前称兄道弟的一位 好兄弟 反目成仇了 吊得很厉害啊 大家在看 这个video 我才知道这个灵魂人啊 还有谁 这条这个生生cancel的人啊 就是献了这样子的信息 给所有网友 希望呢 我还揭晓了很多 中心一谈的一些朋友 谢谢你们啊 所以啊 陈胜营前下 我大专回来就要跟你讲 娘公你啊 顶你要废了啊 所以 各位女人 各位女神 如果你是男神 你家里有女人的话 请 请请请请请 请看清楚吧 每天干你娘干你娘 娘不是老母啊 喂 你妈妈生人家没有的是吗 你的就是妈妈 什么 我都是妈妈狗啊 喂 前面干你娘后面讲几个年 你没有值得讲这一句话啊 我没有讲过干你娘 我是干你罢了 你知道吗 当时当然很多视频啊 不止这个这个这个事件 哦 当时的网络江湖真的是搞到风风雨雨 哦 他的朋友 当时跟他是一个好朋友的 呃 远在中东 做工的一个叫做走火 走火哥 哦 他也出来讲话了 他也出来骂了啊 大家也看一看这个video 这位是我们相当出名的走火哥啦 这位是我们相当出名的走火哥啦 尊元尊元 千叶买尊元嘛 豆花老 千叶买尊元嘛 莫名其妙你 莫名其妙你啊 妈七百 尊元啊 千叶买尊元嘛 OK 之后 甚至一些远在他方的 根本不关他们的事的 Bangla Bangla也来餐来骂 我也真的是看到这些视频 当时的花生哥是笑到肚子痛了 笑到肚子痛 大家看看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那个 因为那个尊严事件被炒作的相当相当的大 我可以说不止马来西亚 新马印 整个东南亚 甚至去到欧洲 也是传的非常的烈 非常的惨烈 当时 这是一个故事啊 虚构的 OK 我虚构一下 当时 一位 远在 欧洲的 一名黑道大哥 他的名字 叫做 蔡老明 这位蔡老明以前是卖菜的 在马来西亚 因为 年轻的时候 跟 Sani Coco 抢地盘 而被 Sani Coco 砍了两刀 在右手那边 不知道右手还是左手了 所以 之后 他逃到了去 荷兰 经过他 个人的毅力 努力跟打拼 短短的 两三二三十年 从一个外地人 去到那边 他竟然的 当上了 当地荷兰 黑社会的老大 这真的是 其他人都死料不及的 因此 他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 知道这个 Sani Coco被围攻的时候 他也参进来 一脚 他也要骂他 他当时就是挑战 以黑社会的 那种方式 叫Sani Coco 派人过来 跟他 对战 他当时说的是 他当时说的是 什么呢 说的是Sani Coco 13周有人 大马13周有人没有用的 欧洲有没有人 过来 我再重新提醒你欧洲有人 你就派他过来 明天来后见到我等你飞机 我去接你 这位就是 在戏里面 这个赫税片里面的 荷兰当地的一个黑社会老大 挑战马来西亚的黑社会老大 我们的Sani Coco 好 至于 后事如何呢 下回分晓 因为我还没准备整 整个整个整个 整个戏的那个 那个剧情啊 因为 这个剧情我 哇 很多嘛 对不对 但还有那个红离土的故事呢 现在延伸到那个帽子的 然后中间我要让整个故事 更加的有趣的话 我是否应该要找多一点那些 video啊 掺进去啊 甚至音乐啊 还是什么 大家就当是一个消化来看 就是一个赫税片啊 就是什么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加瓜我知道你经常有 我投资拍电影的 可以选择我这个 龚鼓楼的故事 来拍一部电影 我相信网民们 会有人有兴趣啦 会有人有兴趣 投资这部电影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也想投资一下 这部电影 OK 预知后 后面的发展 请继续收看 第二集 这就是套路 第二集啊 OK 我回答一下 网友们的耳话 然后我就 说拜拜了 不要鸟我 我 我讲到了 也是 有点娱乐性 对不对 有点娱乐性 让大家的心情不要太沉重 至于 刚才用的一些 大哥大佬的名字 请多多原谅 只是 是 想 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法 将之前的一些恩怨啊 仇恨啊 当成是一个故事 来看而已 那些已经过去了 对吗 OK OK 我回一回 大家的一些提问 然后 我就说 拜拜了 OK 第二集 OK 我要不要讲 几十讲 那看我咯 我看看你们 讲的一些话 留言啊 如果很多人说不好啊 不好听啊 还是什么 OK 如果你们希望有第二集的 OK 请给我多多的红星 多多的love 那么我会考虑 会不会讲第二集 会不会准备第二集的故事 来跟你们讲 OK 红脸也很多 怎样 要不要讲呢 我又没有收你们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戏票 OK 我看到了很多红脸 很多红脸 OKOK 好 这样我 花生个 共准水 为大家在 挤一挤那个脑子 为大家准备一个 更精彩的第二集好吗 OK啊 来我看看 你们的那些提问吧 等一下啊 还有那两位黑帮大哥的粉丝们 一位是荷兰的一个大黑帮大佬 另外一个是马来西亚的黑帮大佬 不要来鸟我 OK 我讲了很多次了 强调再强调 这只是一个 一个 喝碎片的一个题材 OK 以后可能 因为我这个 这个直播 真的是将这个故事 搬上大荧幕 那也说不定 那也说不定 OK OK 来看看你们讲的话 King Kelly 你有没有说错 那个名老是荷兰老大 他是在荷兰洗碗吧 OK Kelly 我说了很多次了 这个只是一个 以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 给大家 疏解一下 近来很 吵得很激烈的一些 网络 红人的新闻 包括槟城的水灾 我希望以这种 比较轻松 搞笑的方式 让大家 哎呀 将这种事情 暂时置之于脑后而已 当看一个笑片来看 不要太认真了好吗 不要太认真 Casey Lee 他拿那个 什么啊 那个叫做 French Fries 他准备了 要吃French Fries 来来来来 来看电影了 来看我的直播 OK BANGSSG 讲得好 讲得好 谢谢谢谢 MING WONG COG BUN BUN 什么意思啊 BUN BUN 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了 LIM CHONG YANG Your story nice Can make a good movie Yeah Thanks LIM CHONG YANG Thank you YING YING GBI OK 我就替你啊 这个YING 讲GBI是吗 没有用的啦 你这种人 去死啦 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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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说 Casey 丹梅令 一个故事 粗话故事 粗话故事 要留给我们的黑帮 荷兰黑帮大老大来讲 这个我 我不大会讲 好 David David我是你大佬 OK大佬你好 大佬晚上好 David 今天我说了 我有一个很轻松的 很 就是很幽默的 尽量很轻松 心情很轻松 很快乐的那个心情 跟大家交交流 讲讲话直播直播一下 不要每次都是板正那副嘴脸的 好吗 Alex Lai 我欣赏你 OK 谢谢谢谢 不过有时候 说话想好好 对对对 我明白 但是如果我做指责的时候 我做反驳的时候 基本上 我是做足功夫 做足调查 问够人 有了相当的证据 跟可信度我才讲出来的 我没有乱乱讲的 我没有乱讲 把这次这个直播 我讲了很多次了 只是虚构 只是虚构而已啊 但修订 有很多垃圾出来的 没有没有没有问题 这些垃圾我我会少 我每天直播了之后都要很勤劳少垃圾啊 以后我要瘦一点 那种就是少垃圾的费用吧 OK我我我现在算是就是一个退休人士了 跟你们收收垃圾费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 对不对 每天帮你们收垃圾 少垃圾的 那你想些对社会更有贡献的戏 比较实在 OK 但是我经常我说的 取高和寡 当你讲的一些社会的一些课题 当非常有深度 经常很多人没有兴趣听 他们也不想分享 他们也不会想要来看还是什么 他们要看的 你可以看那些吵架 骂架 屌来屌去的那种 他们超喜欢看 你讲那种 哇 社会的那些公益啊 甚至慈善啊 流浪狗的事情啊 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啦 分享的 你看那个数目也是很少的 进来view的也是相当少 你看我之前 剃爆那个Sanicoco的那一个标题 大概是20多分钟的 最高 有两千八百个人收看 同时 两千八百个 现在应该是 看的viewership应该是超过 超过十万的 超过一百千的人 人看的 你看 人家喜欢看这种东西 这不是我的本意 这不是我的本意 所以有时 你有时你拉的你太高 你讲的那个课题太过 太过高 太过取高和寡 人家 你要你要你要 你要出的那个例 我找的那些资料啊 有时我觉得 没有用处 不能 对社会产生任何的那些正能量 所以我有时我要 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想想我的时间 其实 我时间剩下很少了 我跟大家很坦白的交代一下 好 好 我 真正老大在印尼 不是讲我吧 我 我不是什么老大 有一点影响力而已 不是不是什么老大 可能是个DATOK Love Benny 我要看去哪里看 在我这边看 但是我还没准备第二集 我还没准备第二集 Ronald Day 对 很多垃圾出来了 不喜欢看就出去了 OK Kim Tan 他不配做老大了 Kim Tan 我跟你讲了 这是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虚构的 我们就以轻松的心情 来来来来看一看 我这个直播而已 没有没有 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意思 让大家开心而已 真的 真的 也让我自己开心一下 良明卫 讲得好好 谢谢你 谢谢你 Morris Hugh 懒叫 OK 懒叫 懒叫我就block掉你了 Morris 拜拜 这个时候我也是很喜欢 做一个清理门户 清清垃圾的 顺便 鸟回你们了 Sky象 你回家睡觉了 OK 不用看回你下面的了 我立刻 就是替你回家 去跟你 罗魔睡觉 拜拜 Sky象 今天你的心情很美丽 对对对 我的心情OK啦 还好还好 因为在想这个故事 其实我 这个故事 一开始的内容 你们可以看到我之前的 遇到我一改再改 因为那个故事内容 一开始 到现在我呈现给你们的 其实改了 至少有两三遍 我想到的一些故事 其实改了 有两三遍 有两三遍 其实之前的故事 可能会比较严肃 但是我想想 还是不要了 讲一些比较好笑的 本来我的身份 不是一个三代种田的 一个花生老 本来我的身份 在这部戏里面 是一个花生报的一个记者 很 就是很想追求 追求真相 很想追求正义感的一个 一个 一个 新闻记者 后来我觉得 好像不太好笑了 我想想想 OK 不如我们讲 我是三代种田的 种花生的 然后才就这样 这样才延续下去 而且当时我想的那个明朗 那个也不是什么黑社会大哥 什么 是另外一个角色 这个是我后来才想到的 所以第二集我还没我还没想到 因为已经花了我蛮多个小时去想这个故事 我这个片局也是很快了 很很很很快的时间就想到这个故事 也是也是蛮难为我了啦 就是为大家开心而已 让大家开心而已 OK 吃了吗 还没吃 我我我我现在要去吃了 我现在要去吃了 OK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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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说拜拜吧 好吗 OK 谢谢大家 应该现在是 印尼时间 那六点四十五分 你们那边七点四十五分的吧 对不对 应该是吃晚餐的时候 我也是要吃晚餐的 好 OK 谢谢 谢谢大家 有什么留言 OK 我觉得值得回应的 我会回应 好 垃圾 我一定会少 现在你们delete也没有用 我会慢慢的来提你们 而且 请大家现在准备啊 那些留言 那种手害什么的 OK 没问题 你留言 我心情很好 我也不会给你们激怒 OK 但是 你们的屁股 要记得穿多几件内裤 因为我要替你了 好 拜拜